市區街道停車格 停滿了轎車休旅車 其中也有不少名車 全都會被貼上停車單 但這一台車卻是例外 復古經典車頭愛車的人 一看就知道這是哪款名車 悅雅的車型擋風玻璃車窗 卻沾滿一堆會晤 髒到連收費員都不想再開停車單 原本是有掛牌 那我們以包圍車輛來通知他 結果他就把車牌拔下來 繳繳回去 然後就沒有雄掛車牌 一樣是停在路邊 好 華民車沒有車牌 從2018年被棄置在高雄三明區路邊 就算被警方開罰 但車主也都不出面處理 原來這一台車有一段傷心的過往 這台車只是結婚 然後妻子送給他的 現在已經離憶了 賭物傷情 就是看到這輛車會想起以前的種種 所以他就不想要這輛車子了 車主是高雄周姓男子 二十年前結婚時生活甜蜜 前妻買了這台價值兩三百萬的名車送他 沒想到後來兩人離婚收場 男子不想賭物私人 乾脆把車子丟在路邊 最後被警方以廢鐵價格 九千五百二十五元拍賣 甚至還不足以支付一萬元的保管費 這高雄綜合報導